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又无情 无情之了 凤仙他 既邻影君来犯 小沛危在旦夕 你 你竟然能在这里 其乐融融啊你 有何不乐 他来犯小沛 又不是犯我徐州 我愁什么 我跟你说过了 小沛一旦失守 我们徐州城等于失去贫障 唇亡齿寒 你又收了元素的良想 答应不住刘备 这两难的处境 你想过如何应对 先生 你刚才听到貂蝉的曲词了吗 他唱的可妙了 奉贤 他唱的是 天无绝人之路 帝有好生之德 华有荣枯之欺 水有无尽之流 你说 他这词好不好 奉仙哪 张飞就是因为贪杯 才丢失了徐州城啊 你难道要学他的样子 去重蹈覆辙吗 那匹夫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 我有赤兔马 有方天话己 那好 我也送你两句唱词 军情如火生死万疾 你 你赶快给我率军出城 我去就是了 先等我回来啊 兵主公 吕布刚刚发兵了 好 何时能来小配 吕布率军至五里坡 在那摆了一席酒宴 说是要请主公前去赴宴 赴宴 什么意思 大战破在眉睫 生死绝于一刻 他怎么能有闲情意志喝酒 我也不紧 吕布说了 此宴能退敌 大哥 我看 吕布这次早就被元术给收买了 他设下这红门宴 是想取大哥的性命 哥哥 万万不能上当啊 大哥 吕布收了元术二十万两项 我们不得不防 我这就去 坦哥 我相信 吕布不会害我 再者 为了抵御元术大军 我就算身陷险地 也该亲身一事 哥哥若真去 那由我来护驾 你和吕布一见面就会打起来 万万不可 按飞去不可 三弟 你看 你arla 因为 vå dedication 不是 不是 也是个能争善战的勇将啊 哼 贼瑞布 贼 二位将军 我家主公有令 请两位入营相训 请 请 天哪 你日后得志 可别忘了在下今日之恩哪 上将军之恩 在下并不敢忘 纪灵相军到 贝贝贝 乙德兄弟 千万别动兵器 我不是你兄弟 贼你贼你 不是就不是 不过 你是不是穷江美酒的兄弟 那是 按张飞 那是谦卑不对 言过了吧 刘备出征那天 你不就大醉了一场吗 你 今天我高兴 特请两位朋友 来陪我喝酒 来 喝酒 来 来 干杯 如此美酒 入入乐曲相伴就更好 可惜啊 貂蝉不在 他如在 酒不醉人 人自罪 敢问上将军 你要杀我吗 不杀 不杀 那么你要杀这大耳贼吗 找死啊 不杀 都不杀 既然都不杀 就请将军撤去九席 让我和季将军来决战吧 不可 断断不可 我吕布虽然杀人无数 但我平生不好斗 最好解斗 今日我请二位来 就是想 杯酒士兵哥 尚将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敢问阁下 你可以开多少金工 可说多少步 末将不才 可开着五百金硬弓 五十步内 尽头穿舍而过 好 好 请问张义德 你可以开多少金工 可设多少波 俺可以开八百金工 八十步内 箭头穿舍而过 好 好 来人呢 在 将军 娶我方天化己 插于原门之下 遵命 待为 随我 员为 随我来 送莠ior 前门不少一百二十步 如果我一箭射中己上小枝 你们则罢兵言和 如果射不中 你们只管厮杀 是战是和 聚凭天意 你们看事如何 天下无人能射这么远 更何况 射中己上的小枝 不可能 万万不可能 事到如今 是战是和 尽凭天意吧 但愿天主吕布 刺剑中敌 贼吕布 吹牛批 将军请 将军请 宝调宫何在 将军 打 我不能 宝狡 宝恶 宝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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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吧 这是上天令你们罢兵言和 谁敢违背天意 我吕布只有替天行道 再射一支金灵剑 将它穿胸而过 在下退兵 那吕布原门射击 迫使我们双方罢兵收战 他说谁敢抗对天意 他 他就替天行道 这个三姓家路 太过可恨 先前骗自我二十万军饷 现在又自作轻薄 搞什么圆门儿戏 坏我大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仲将听令 令你们速速整军 我要清征吕布 再请刘备 请慢 请主公息怒 请主公息怒 在下以为 如果主公派兵赶杀吕布的话 对主公有诸多不利啊 首先是我们送他的二十万两响 那可就真的住贼了呀 其二 这样就把吕布 又赶到了刘备那边 他们连起手来防御我们 这个结果 正是曹操所愿呢 我也知道 成大事者不能举小力 可吕布这四太可恨 我忍不住 请主公不要只是恨自己的敌人 这样会妨碍你的判断力 主公可记得 曹操对他的死敌 那经常是亲密无比 笑脸相迎啊 哼 那个贱兄 他比吕布更可恨 在下以为 吕布固然可恨 但是原文设计一事 足见其永贯天下 主公想建树大业 那就要忍 常人所不忍之事啊 主公恕吕布为强敌 为何不可以把吕布 变为我们的强缘呢 主公啊 来日方长啊 报 兵主公 怀疑小魏孙策进见 哦 小霸王孙策来了 快找进来 末将孙策 拜见主公 孙策 你说说这些年来 我待你如何呀 主公待我 如君如父 恩重如山 那么 我令你三十天之内 夺取卢江城 你怎么不遵行啊 现在已经是第十三天了 你竟然还没有出兵 禀主公 末将 已经攻陷了卢江城 无疾之谈 卢江拒此八百多里 一来一往 最少也要二十天 更何况 卢江太守陆康 佣军上万 居成兼首 你孙策就是在善战 没有三十天的时间 你根本拿不下那个中阵 卢江太守陆康 主公 这是卢江太守陆康的首级 这真是陆康 孙策 你 你真把卢江城拿下来了 此时此刻 卢江两郡四县五座城池 已经全部归属主公 孙策 孙策 快说说 你是怎么把他攻下来的 末将接到命令后 当天就率领五千青旗 星夜奸城奔赴卢江 三天内纵横八百里 连续攻城拔寨 陆康还没有来得及设法 就已经被我攻下城池 好好好 那 那我借你的三万精兵 你损失多少啊 主公借给我的三万精兵 我一概没用 只用了他们的战马 此次战役 战马损失四百余皮 望主公见谅 末将 交还兵符 好啊 好啊 孙郎之勇 比起令尊孙坚将军 有过之二无不及啊 我有孙郎在何愁吕布 何俊天下啊 我要是有孙郎这样子嗣 死而无憾哪 谢主公交交 帅台设宴 我要为孙郎庆功 对 禀主公 好 今天是家父的继日 末将想去 坟前祭礼一番 好啊 好啊 等你继父回来 我再为你庆功 谢主公 你 我再来 午后 快就请我 去 你 我再来 你 华外之音吗 什么华外之音 元宫当众说 如能有孙郎如此 虽死无恨 他言下之意是 享受你做他的义子啊 这个我听出来了 既然听出来了 那公子的意思是 皇将军的意思呢 元氏宗族 四十三宫 天下奇才 伴出其门 多少人想攀附 却苦于无门 元术更是佣兵三十余万 雄居江南术郡 久怀帝王之志 他早晚会成大业的 公子既然得其后外 何不借此机会 求取近身之道 元术 他不配做我的义父 公子一言 英雄斑色 公子 当年 先将军孙奸 视我如兄弟 公子啊 无论何事何地 如果需要在下效力 在下万死不辞 皇叔 皇叔 我记下了 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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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海儿看你来了 你归天之后 母亲和海儿千居取恶 十首各地诸侯麒麟 旧日将士行散 家产丢丢 海儿也不得不归从元术 海儿未能继承你的英雄大业 海儿向你请罪 大丈夫身为豪杰 死为鬼雄 如不拔剑而起 建功立业 请愧对心腹天灵 孙策 我从卢江城就开始追你 族族追了八百多里 今天总算是追上你了 早知道你要来 我就让你再追我八百里 你 族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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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 我已是无牵无挂 飘然一人了 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我把所有的祖产跟田地 全部换成了钱粮 得钱五万 钱来投奔你了 我要跟你一同实现昔日的誓言 纵横天下共创大业 终于啊 十年了 今天是我十年来最高兴的一天 来 不过 元术并非英主 如意成就大业 首先你必须要脱离元术 这一点我早就想过了 我只是担心 他会舍得放我走 那方传国玉玺还在吗 送给他 换回自由之身 你说的倒是潇洒呀 但你知道吗 我父亲就是因为他丢掉的性命 而且多少诸侯萧雄 都对他梦寐以求 不就是块石头 大丈夫手提三尺剑 即可纵横天下 和令区区俗物 孙权也曾经说过你这样的话 他也说这玉玺是祸水 刘芝有害而无意 果然有见识 这孙权到哪儿去了 怎么没看见他 他呀喜欢云游四方 现在正在各处辩访闲事 说不定过两天就回来了 这孙众牟年少至大 早晚能成一方英豪 我母亲在书信里说 扬州刺史刘瑶 逼迫日进 要将我全家赶出去 我舅父险些被他谋害 主公 我想向你借一些兵马 前去取鹅 救难行亲 请主公恩准 取鹅远在江东 来去路上 也得不少日子 举报 曹操和公孙瓒 随时都准备向我用兵 我这里大战在极啊 孙策 我离不开你啊 要不这么的 我派人到取鹅 把你母亲寄到南洋来住 我保证她富贵终身 主公 取鹅是故土 母亲不愿离开 求主公 让我去吗 别吧 你执意要去 那就快去快回吧 不过 这将士的事 有些不便 你也知道 我这大战在极啊 主公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玉玺 我愿以她为质 我愿以她为质 果然是传国玉玺 今日终得一剑啊 孙策 你说吧 你要多少将士 我只要四个人 城普黄盖 韩当祖孟 其他人的 一概不要 这四个人 不是令尊孙间的旧部吗 主公 他们不只是 先父的旧教 他们更是我孙策的叔伯 城普黄盖 韩当祖孟 在 你们 愿意随孙策前去吗 莫相愿随 好 那你们就跟他去吧 谢主公 四位将军 你们有半个时辰 回家收拾物品 带上欺笑 我在城门外面等你们 公尊 真的有这么紧急吗 对 袁术一旦凡 就会派军追杀我 目前我还不想和他 反目成长 遵命 恭喜主公 得此玉玺 便是得天意啊 天寿玉玺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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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此话什么意思 孙策用区区一块石头 就换走了我皇城 韩祖私园大将 而他们 都是欺负孙坚 昔日的肖将 孙策的用意 主公 难道就没有看出 他的志向吗 他 哎 背后有高人 之点啊 孙策宁可舍弃 欲喜也要背我而去 我还能看不出 他的志向吗 不过 孙策有志向 没有实力 就凭他现在 区区几千人马 成不了什么大事 但愿主公说的是 对的 他们ог使 人有趣 的 是 居宇宇宙 不能 打 肯给国家 三 和 他 现在 宇宇宇宇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 你看我 能已年过花甲 满面沧桑 年华将是来日无多 我要再不创立大魏 以后就没有时间完成心愿了 但我继位后 一定拜先生为国师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不 清史扬名啊 先生 不要再劝了 不 请主公见谅 在下生心固执 您可直言死于箭 不愿谄媚屠荣华 主公啊 您万万不可做皇帝 为何不可啊 当年高皇帝刘邦 官位不过四上一亭长 手中不过三尺剑 随从不过数十人 就敢谋取天下 现在汉庭已延年四百年 气数已尽了 当今四海沸腾 萧雄分歧 强者为王 强者之中的强者就可称帝 我雄居淮南 良多地广 拥有精兵四十余万 强将千余名 谁能与我争锋 谁敢与我争锈 主公虽是民族贤人 可你不是汉高主刘邦爷呀 当今世上就有两人 可与主公相征 谁 谁 谁呀 叶俊元绍 许昌曹操 元绍成人十八镇诸侯盟主 他现在占领着 既 清 并 三州 而且图谋攻打北方的幽州 他现在拥兵有五十万 仗下文成武将 皆是海内的豪杰 而且还是主公的堂兄 明望比主公高 曹操更为当世奸雄 其文才武略 百年罕见 虽然眼下势力不及主公 可是他携天子令诸侯 执天下牛耳 远交进宫 纵横南北 其兵威 已经是日胜一日了 有此二人在 主公啊 你做不得皇帝呀 哼 元绍本是我们元家小妾 生的一数字 要论族上卑贱 他只配给我当奴仆 我就是看他比我年长两岁 认他为凶而已 不敢跟我较量 还有那个曹阿满 他原本就是奸患之后 贱民之孙 鹰犬之辈 无耻之徒 到时候 我继了王位 第一个出兵灭掉的就是他 我要 杀鸡尽侯 彰显天威 陈登拜见陈主 什么事啊 陈登 三百五十五名文武官员 联名向主公上表 请主公顺天成命 集皇帝为改元开国 这 这 这么大的事 我要三思啊 主公 若你不能顺天成命 老陈 今日就靠死在你面前 请主公顺天即位 改元开国 好好好 诸位爱卿 事已至此 我只好 上成天命 下顺民心 祭皇帝位 祝国万岁 是 公公万千遂 刚才 祝国万岁 祝国万岁 都是 由此也使各地军阀之间的战争更加具变 袁术逆天警卫 在寿春开国 还自称是个什么宗室皇帝 他甚至还要让我向他上表称臣 什么 这无耻的匹夫 胆大包天的 如论战地之广 拥兵之夺 威望之胜 将士之优良 我家主公样样都在袁术之上 要做皇帝 也得我家主公做 哪轮得着他袁术啊 说得好 末将请主公 立刻集皇帝大位 开国之后 我等 必为主公 平定天下 请主公 建国开元 请主公 集皇帝大位 主公 以许优之鉴 在天下大乱之际 各路诸侯 无非有以下三种选择 七一是伏汉 其二是篡汉 这七三马 是以伏汉为名 行篡汉之石 袁术 急功近利 采取了公然篡汉自立 这是他的御剑 势必引火烧身 主公 你一向深谋远虑 高瞻远瞩 此时 当取自强之道 官时待变 后发之人 这才是主公 你的智慧啊 列位将军 想做开国功勋 留得清史扬名 这我可以理解 不过如今 汉庭游存 天子仍在 各地诸侯纷纷列土称霸 天下未定 远不到主公 开国称帝之时 袁术在桃子未成熟之前 就急于采摘 他只采得满手荆棘 成为众诸侯的公敌 在下料定 长则三年 短则数月 袁术必败 诸公啊 袁术悍然称帝 主公不必为之弃恼 因为这不是恶讯 而是主公的喜事啊 哦 如何是喜事啊 古往今来 想当皇帝的人多了 凡是想当皇帝的人 就越容不得别人当皇帝 袁术悍然称帝 必然招致天下共奋 这样一来 所有的冰封和愤怒 都转移到袁术那边去了 主公正好趁此 攻伐河北 去幽州各郡 待霸业已成 再回过头来考虑 君王帝位之事 总之 让袁术去探取 帝王之名吧 而主公则取 帝王之时 到头来 有名无事者必自灭 而主公 则终将实至名归 国图田丰 二位大人 所言极是 但在下以为 主公 有一件事 主公必须先做 那袁术 不是让主公 上表称臣吗 依在下之见 主公倒不如 真就给他上一道奏表 但只是称赫 仅仅只是称赫 而绝非是称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日何日 今夕何夕啊 五月初五 天下的渔夫蠢货 五月初五都爬出来了吗 知道吗 元术成帝了 差点没把我笑死 我看错了元术 此乃我知过呀 天地之间茫茫茫茫 一世多少好不强 生佛又来不久长 去如那江山 本流向远方 我看错了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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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ös词若瑞